第六十节 1942年3月9日 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经毛泽东修改 由胡乔木撰写 堪称中国言论史之奇文的社论 教条和库子 这篇社论已大胆使用粗俗文字与政治斗争 开创了中共文宣语言的新范式 毛泽东 胡乔木 通过教条和库子的社论 则令红色教授们脱裤子 为什么要脱裤子呢 因为问题发生在他们的柜体下 还因为裤子下躲着一条尾巴 必须脱掉裤子才看得见 而个人尾巴的粗细不等 割尾巴所需用的刀的大小不等 削的多少不等 因而只有先脱掉裤子 才谈得上用刀割 裤子上面出教条 这就是教条和裤子的有机联系 谁要是诚心诚意地想反对教条主义 那么他第一招就得有脱裤子的决心和勇气 然而毛泽东对主观主义 教条主义的大师们能否自觉脱裤子 并不抱奢望 他决定采取一项重大措施 动员青年知识分子 帮助红色教授和老干部脱裤子 毛泽东摆出一副青年知识分子保护人的姿态 频频发表同情他们的言论 将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 一步步诱入早已为他们准备好的进攻欠毫 在毛泽东言论中 最具鼓动性的内容是他对宗派主义的解释 1941年9月10日 毛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把宗派主义主要解释为排斥 歧视知识分子的首长本位官 而不是他以后贯所欲指的 亡名博古宗派集团 毛泽东说 左派主义宗派主义现在也有 在延安首长才吃得开 许多科学家文学家都为人看不起 宗派主义是排挤非党干部的一种风气 既排外主义 同时也排内 1942年2月2日 解放日报在社论中遵照毛的上述口径 批评宗派主义 对于党内同志则轻视疏远 少团结 少帮助 对于党外干部则少了解 少关心 对三三制的实行 有时不坚决 不彻底 一时间 毛泽东似乎在鼓动 延安青年知识分子反官聊 3月中下旬 毛泽东的言论 向更开明的方向发展 解放日报连续发表反宗派主义的社论 3月14日 解放日报刊载社论 从自己制造的囚笼中跳出来 抨击某些共产党员的孤立主义错误 宣称党和党外人士的关系问题 是党的生死问题 也是革命的成败问题 3月19日 又发表发扬民主作风的社论 再度批判一部分党员排外的宗派主义情绪 要求中共党员虚怀弱骨 倾听各种不同意见 毛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 《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的决定草案》中 亲笔写道 任何愿与我党合作的党外人员 对我党和我党党员及干部都有批评的权利 除破坏抗战团结者的恶意攻击以外 一切善意批评 不论是文字的 口头的或其他方式的 党员及党组织都应虚心倾听 正确的批评 应加接受 即使其批评有不确当者 亦只可在其批评完毕 并经过慎重考虑之后 加以公平的与善意的解释 绝对不可闻过是非 拒绝党外人员的批评 或取解善意批评为攻击 而造成党外人员对党的过失 坚口不言的现象 党外人员对于违反政府法令 或党的政策的党员及干部 除得向法庭或行政机关依法控诉外 并有权向各级党委控告 直到党的中央 新华日报 解放日报 及各抗日根据地的报纸刊物 应吸取广大党外人员发表言论 使一切反法西斯 反日本帝国主义的人 都有机会在我党党报上说话 并尽可能吸收党外人员参加编辑委员会 使报纸刊物办得更好 党报工作者必须学会 善于吸引党外人员 在党报上写文章 写通讯的方式和方法 某些党报工作者的主观主义 与宗派主义态度 需受到批评 这份决定中英王十卫事件的发生 以后并没有下发和公布 毛泽东的这些话说得何等好啊 15年后的1957年春 他不也说过类似的话吗 然而若细心观察 毛还是在文件中预留了伏笔 毛在这份文件中 给批评做了一个二分法分类 善意批评和破坏抗战团结者的恶意攻击 至于判断何谓善意批评 何谓恶意攻击 其解释权 自然属于党的领导机关 和党机关的领导人 尽管如此 毛泽东在1942年3月下旬起草的这份以后 被树枝高格的文件的主旨精神 却是鼓动放 1942年的3月 自由化的威风 从毛泽东的窑洞里漂浮出来 从毛泽东窑洞里进出的客人 有一位就是非党作家 萧军 毛泽东在一次深夜长谈中 甚至将自己在党内所遭受的排斥 和打击的细节 向萧军和盘托出 从这件事中 不难看出 毛泽东在1942年3月 鼓动自由化的真正意图 然而 担任解放日报社社长的博谷 并不完全知道毛泽东的打算 他眼见毛泽东批评的板斧 又挥向自己负责的党报工作 于是迅速跟上毛的调子 在他的默许下 丁灵在解放日报文艺栏 推出由党员与非党员 撰写的一组批评性文字 已是党报工作的改进 1942年3月9日 就在教条和裤子社论问世的当天 解放日报刊出了丁灵的 三八节有感 紧接着 由丁灵任主编 陈启霞任副主编的 解放日报文艺兰 又先后发表了 王十位的野百合花 和经毛泽东亲笔润色 做了修改的萧军的 《论同志之爱与奈》 以及爱情的 了解作家 尊重作家 罗锋的还是杂文时代 这些文章已经刊出 立即轰动了延安 丁灵王十位 萧军等人文章的共同特点是 用文学的形式 对毛泽东在1941年9月10日 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批评宗派主义的一段话 在延安 手掌才吃得开 许多科学家 文学家都被人看不起 做具体的解释 和进一步的发挥 尽管他们当时 都不知道毛泽东这个讲话 毛泽东的山火 终于将瓶子里的魔鬼 驱赶了出来 丁灵等尖锐抨击了 在延安普遍存在的 手掌至上的现象 这些文章还曲折地表达了 广大青年知识分子 对延安新生活的失望 基层单位的领导 毫无政策和文化水平 对上浓言悲惜 对下则横眉冷对 动辄用政治大帽子 压制普通党员的不满 文章的作者 纷纷要求扩大党内民主 在同志爱的基础上 建立充满友爱 平等精神的 革命队伍的新型关系 在解放日报文艺栏 发表的文章中 最具影响力的是 中研院文艺研究室 特别研究员王石卫的野百合花